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帮我下来 帮我放我下来 母亲 你告诉我爸爸 不想让我过过了 好 咱们明天见 拉钩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变 不变 不变 不欢 外面坏人这么多年 不许跟不顺手 怎么 一天的时间就想通了 不打算回永城了吗 不走了 为了 武思民 女人呢 姚小姨 如果昨天你就答应我的话 我会觉得你很有政治头脑有绝 但是你今天再这么过来 我明显能看到你的私心 我有什么私心 为了武思民向上爬的私心 甘愿留在青云 为他捞取政治资本 有错吗 他是我丈夫 我呀 实在是替你感到可怜呀 如果换作我的话 我绝对不会让我自己心爱的人 为了我干这些 你干嘛 他 杨小姨 既然回来了 又坐到了我的办公室里 你以为你还有其他的选择 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咱们俩之前的那些事情 应该几天几夜都讲完 你的丈夫武思民 应该还不清楚咱俩这些事 他可能连尹南方是谁都不清楚 没关系 这些前尘往事对我而言呀 早就是上辈子 我这个人呢 可以说不记仇 但是我很英俊 你一直是我一个心情 当我在青云这个鬼地方再见到你 而且看见你嫁给了那样 吃了那么多苦 遭了那么多醉 我真的是替你干的 不过 好在我现在回来了 我吕维宁已经不是当年的我 可我对你的心一直是没变的 我办公室的大门随时随地向你敞开 我会让你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谁最疼爱你 最关心你 所以说 我败你所做 我失去了生育 但是在生理上 我还是一样 我有这个耐心 等待你心甘情嫩的 就没得了 绿副组长 我那儿子困了 在我那办公室闹着 要找妈呢 吴思民同志 我和杨晓忆同志在谈很重要的事情 你就这么着急吗 不着急 不着急 那 那你们先谈 等一下 吕副组长 我得回去带孩子了 现在太晚了 我们以后再聊 你们聊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我有这个耐心 小姨 谢谢你啊 怎么了 我都听说了 你是因为我才回来的 监视尹泽贵 事关重大 刘世军现在是宝皇呗 昨天我看见你们俩在一起 我真的不敢想象 不过既然你答应做这件事 说明你愿意跟他站在队里面 我特别高兴 小姨 其实我当当官都不重要 我重要的是 我知道你一心一意对我 一心一意对这个家 你真的这么想 你记住 不管我做什么 都不会背叛你 背叛咱们这个家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一定要相信我 今天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摆明了你的立场 我这么可怀疑你 大明 大明你处理一下啊 哦 来了 妈妈 妈妈 你明天还带我到那个迟到便 我爱好不好 原来你是装睡啊 妈妈明天要上班 上班是不能带小朋友去的 妈妈说话不算数 说带我出外婆家也没去 不是妈妈说话不算数 不是妈妈说话不算数 是妈妈突然有工作 去不了了 今天池塘边 有位爷爷 他想给我个锅锅笼 我答应他了 明天一定要去的 喜欢不能说话不算数 好吧 睡吧 睡吧 姐 好 林将军 山羽来封满楼啊 你打惊清楚了没有 他是为什么要回来了 目前还延续不上 不过我想 他可能是知道了您的处境 所以才回来的 这个傻孩子 这个傻孩子 我了解他 如果不是因为您 他是绝对不会 去找李维宁的 况且 李维宁当年 侮辱过他 我都不想让他拳进来 我明白 爹爹 爹爹 我 仔细 你看 救命 冷了 放开小医生 拿走 拿开小医生 看看 说完 爷爷 那就是你编的过过楼吗 对 这是爷爷给你编的 那个大过过楼 里边还抓了一个大过过 个大不大 大 这是不是一个大将军啊 这不光是将军 这恐怕是个元帅了 你看 妈妈 快过来看元帅 快点 快点 妈妈 你看 这就是爷爷给我抓的大元帅 来 喜怀 爷爷教你怎么斗这个过过啊 过来看我们斗过过 对 对 来 斗过过 来 来 来 去 去 我等美金的时候 从里给你打过一件礼物 可惜后来 让洪宾小巷给扫揽了 以后有机会 我再给你打一支 爷爷 你在同我讲话吗 好 对 爷爷答应你 好 以后 再给你做一个更大的过 对 好 好 妈妈 你记得爷爷说了吗 明天还带我来这里玩 好不好 大爷了 来 动 哎呀 你动 大爷来动 这 快 来 来 来 快 来 来 你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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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么样啊 你昨天一天都跟着他 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都过过 斗锅锅 跟我儿子斗锅锅 给他做了一只锅锅笼 那个老东西还真够闲情益智的 他怎么不去参加劳动啊 厂里的工人师傅不让他参加劳动 怕他旧病复发 他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旧病 而是心病 他是眼看二月逆流方案 让乌瓦硬急出来的 你不应该这么说 我在北京的时候 对他病情是留所了解的 他长期血压不稳定 你和他谈起到北京的事情了 我们两个不说话 他那是心虚不敢对你讲 我知道现在尹南方在哪里 是吗 他呀 现在跟他的母亲 在东北的一家圈马场 听说那里的条件 比亲人海有见过 够这个公子哥儿瘦的了 他尹泽贵救着每一个儿子 就算他事多情深 也是编长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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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翼啊 你现在对他 还有感情吗 还有感情吗 跟你有关系吗 那 对了 陆复祖长 您今天是来找我 谈工作的事吗 没错 我就是来找你谈工作 你还记得当年 在北京的时候 您跟我看过一个剧本吗 是你和刘士君和谐 名字叫做尹泽贵 是吗 我呢 帮你把它找 来 我对你们这个剧本里的第三目 就是这个 上海的早晨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我想问问你们当时是 怎么写出来的 根据历史写的 我说的不是历史 我说的是尹泽贵养伤的地点 还有那位徐菲菲小姐 怎么了 在你这个剧本里呢 有一位旧上海大资本家小姐 她以进步青年的身份 掩护过当年的尹泽贵 而且还试图挽留她 差一点削弱了她所谓的革命意志 对不对 那是虚构的 我知道 艺术来源于生活 而又高于生活 你们这是在美化尹泽贵 美化她与一位资产阶级美女蛇之间的交往 但是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物出现的话 那么尹泽贵肯定抵挡不了美女的诱惑 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丧失了她那所谓的革命意志 背叛了革命 对 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尹泽贵她就已经背叛了革命 给尹泽贵的定性 应该是从抗日战争时期起 就隐藏在我党我军内部的大内奸大叛徒 你放屁 我告诉你吕维宁 我采访过尹将军的过去 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 他在敌人的监狱当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但他从来都没有屈服过 像他这样一个身经百战功勋累累的人 怎么可能去背叛革命 如果他背叛了革命 怎么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你说 叶泽贵同志啊 激动得有点不分 坐 坐 我突然发现 让你去监视尹泽贵人 这可能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 因为你太单纯了 好了 今天的谈话先到这里 再见 不会吧 我怎么从来没听他说过呀 那是因为杨小义一直在想组织隐瞒他的身世 杨小义的外公是旧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 他的两个舅舅到现在还在台湾 这是北京医学院当年外调到的真实情况 不是 李副组长 我是听说他妈妈跟他外公早就断绝关系了 术欲敬而风不止啊 术欲敬而风不止啊 父亲自绝于人民 两个哥哥还跟国民党一块跑到了台湾 这样的出身是简简单单断绝关系就能摆脱得了的吗 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 老子英雄 你这两年在青云造反夺权这口号你没少喊吧 而且你应该很清楚 你的爱人杨小义如果有这样的反动出身 对于你的前途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北北 吕副组长 这可不是小事啊 您有证据吗 证据 吴斯敏啊吴斯敏 这种事情你居然管我要证据 好 证据是吗 我如果把证据给你摆在桌面上 你觉着你还能有今天吗 回家问问你爱人杨小义 你就什么都清楚了 其实呢 有很多话我也不想对你说 但是现在杨小义的屁股 已经坐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了 他如果成了尹泽贵的内心 那这事情可就严重了 所以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向你 全盘地拖出来 吴斯敏同志 你爱人杨小义 同刘世军的关系你清楚吗 我知道 他俩谈过恋爱 但这都是以前的事了 他们现在 以前是吧 好 那你知道吗 他同尹泽贵的独子尹南方 也谈过恋爱 不会吧 没想到啊 你爱人的情感史还真的是挺丰富的 好了没关系 咱们今天不谈这些 我怀疑的是 他现在的情感世界也没有那么单纯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受尹家迫害被发陪到这个 他非但不恨尹泽贵 反而还要极力地帮助他 你说他是为了谁 为了谁 好好想想吧 我死定了 我死定了 我看见 杨姨你说 这事是不是真的 怎么了这是好好的呀 不过是老日子 杨姨你告诉我 你救的到底是不是国民党 是不是 去月得的鬼呀 这话也好说的 也好说的 不然你还挡不挡挡你 妈 我怪她 她说的是真的 怎么回事小姨 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我舅舅 我妈到永城的时候 已经跟外公家里断绝了一切关系 这个在大案上是查得到的 是的 一案子都是断了断了断 不提了 不提了 妈呀 你糊涂呀妈呀 五年了她瞒了咱们五年 你还相信她呀妈 妈我告诉你啊 她为什么到青云来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杨小姨 你说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你怎么不早跟大年说呀 你还有什么事 你都跟她说了今天 小姨 我知道是柳元年告诉你的 整个青云就她知道这件事 可那是个卑鄙小人啊 你为什么要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呢 杨小姨呀你 你还说人家卑鄙 你才是卑鄙小人呢你 你知道你这样 你怎么不早 你怎么不早跟大年说呀 我本来就是 做这个好事 我就会讲完 了 你能有什么事 我给你帮我 你你给你帮我 我erma麻烦 你一会儿 我五年会儿 老 years我 我见我之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上车吧 上车 快 这么快就要走 也太突然了 我也不知道谁下了命令 要把我调回原部队 还回来吗 将军现在在庆园 而且情况很危险 我一定要争取回来 杜士军 我要告诉你 吕渊宁怀疑将军在上海的历史 在调查他 这个事情将军已经知道了 是他在上海的一个老部下告诉他的 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利用吕渊宁对你的信任 继续保护将军 更要注意 他们还会有什么新的营貌动向 我走了以后 我的上级领导 还会派新的军代表来 对将军的保护也会继续下去 我会把这边的情况 汇报给我们的上级领导 我不多说了 没有时间了 士军 是不是因为你一直在保护将军 所以那些要整垮将军的人 把你立刻调走了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总之 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妈 爸爸还在下你的气候呢 怎么会的 爸爸妈妈就是扮了几句嘴 爸爸不会生妈妈的气的 妈妈 我妈再也不回奶奶的家了吗 没有 喜欢在这儿睡一觉 明天妈妈就带你回奶奶家 可是 元帅还在奶奶的家呢 没有人接物水给元帅喝 元帅一定会渴死的 嗯 这倒也是 嗯 但是妈妈相信爷爷奶奶 一定会积露水给元帅喝的 元帅不会渴死的 放心吧 你睡一觉 明天起来就能看见元帅吗 嗯 乖 乖 睡吧 嗯 祥乖 媽妈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我让你看见爸爸妈妈吵架 还让你担惊受怕的 知道吗 妈妈以前 因为实性子 差一点还不要你 你放心 爸爸妈妈以后不吵架了 妈妈跟你保证 爸爸妈妈不会分开 等妈妈把手头的工作忙完了 一定天天带你去玩 妈妈 你是妈妈的乖儿子 乖乖地睡觉 谁啊 茶叶 谁 乖乖地你干什么 小姨 跟伍思敏吵架了 一个人搬到这办公室住了 怪你什么事 你干什么你呢 我过来看看你啊 你现在看到了我一个人在这儿 你不出去我喊人了啊 你干什么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喊吧 我告诉你 我大天爷爷 我来找你 救命 林小姨 我其实早就知道 今天晚上你会过来 是我把坑坑地支走的 我告诉你 刘世军现在滚蛋了 我送你也走了 现在只有我不要你 你知道 你给我闹起 走 这一个了吧 而且你知道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我有多喜欢你 你就答应我就完了 好吗 我这么多年我想你 我想你 我再打死你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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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子 你放开我二嫂 你敢动他 你敢动他 行不行他叔叔在滚里面 你把我儿子放开你 杨姨 杨姨 冷静 杨姨 杨姨 冷静 不是 杨姨姨 滚了 我走 我走 我就是给你开一玩笑 你 你你至于吗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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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妈妈看看 你没有哪儿受伤吧 妈妈 小哥你把妈妈打坏了 妈妈知道 不哭 喜欢永远不离开妈妈 喜欢永远保护妈妈 妈妈知道 这一天的遭遇 终于让我明白 必须自己拿起武器 对恶事的任何姑息和忍让 只会给自己和亲人 带来更大的伤害 面对吕维宁的流氓行为 我不能再忍其吞声 我必须控告他 我 在这儿 不觉悉 我猜对这是谁啊 这是 喜欢 猜对了 别告诉我妈妈 我是偷偷跑来的 怎么 妈妈不让你出来 妈妈和爸爸在吵架了 妈妈还在生气呢 那你告诉墨金爷爷 妈妈和爸爸为什么吵架 不知道 反正喜欢为保护妈妈 帮妈妈打坏了 那我看看 喜欢是不是个男子 我把姑姑都丢在家里了 姑姑一天不喝水 会不会渴死的 不会的 元帅是个硬骨头 可是我这天不回家 我还看不到元帅 没关系 真的没有了 眼睛爷爷再给你抓一个大的 好不好 咱们叫他大元帅 可是我就喜欢元帅 好啊 喜欢是个有感情的好孩子 无喜 过来 你是喜欢的爸爸吧 跟孩子说话 别这么厉害 看把他吓着 我管我儿子呢 轮不着你说话 无喜 上爸爸这儿来 我们聊你了 走 爸爸你别生气 我跟你回家 这才乖嘛 喜欢 爸爸告诉你啊 以后我不许见这个人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嗯 你听我说啊 跟爸爸一起回去 咱们玩竹片小战士好吗 好 走 把他给我看住了啊 好 走 走 喜欢哪 今天不听话呀 怎么不好好吃饭呢 吃不好饭 怎么长大个子啊 啊 喜欢 看 爸爸给你拿来了 给你装上啊 好 喜欢哪 奶奶问你啊 你爸跟你妈离婚了 你跟谁过啊 我跟妈妈过 白眼狼一个 奶奶白疼你了 怎么这么跟孩子说话呀 喜欢哪 别听奶奶 爸 我妈说的没错 如果杨晓忆的出生 真的是那样啊 咱们家都得跟她划情关系 都打听了 这不是开玩笑 要是真是这样 咱家就成反革命家属了 你知道吗 我不管 小易说五家的儿媳妇 是喜欢她妈 这个界线怎么划得清 我看你们是不想要喜欢了吧 喜欢哪 明天爷爷把你妈妈接回来 爸爸我要元帅 元帅 什么元帅啊 喜欢不好好吃饭 是想过过的啊 放心 爷爷早上都给你喂过的 爷爷 爷爷可不可以帮我 把元帅打下来好不好 嗯 好好 爸 喜欢啊 今天跟爸爸回家的时候 咱俩不是说好了玩这个吗 爸爸都给你装好了 咱俩一块玩好不好 好 乖啊 来 看看今天谁把谁打到 好不好 好 来 预备开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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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爸爸我输了 咱们不玩吧 输了不要紧啊 再来 这回爸爸肯定输了 来 爸爸我想要元帅 你臭小子 你今天跟我回家 是不是就为了那小哥哥啊 是不是 爸爸我这样要 要什么药 跟爸爸玩这个 我这样 不需要 我要这样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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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了你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你吃不上那东西谁给的 那是放个李泽贵 放咱家那就是祸害 要 二 二 大将军 大人生 祸害人 让你祸害 躲开 让你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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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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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祸 这么小熊给撒谎了啊 谁教你的 把眼泪憋回去 憋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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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祸害 妈 你别管他 去追我孙子去 不用管他 看能跑哪儿去 什么地方追我孙子 你 老婆 臭小子追啊 你追啊 追啊 你什么要的 别动啊 追不回来 别回来 臭小子 快站住 你看我抓人怎么揍你 站住 拜托 我 我以为你选择 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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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蛋你别着急 医生正在抢救呢 孩子怎么被车撞了 你快说吧 可你择死我哥哥了 爱是要玩这个哥哥 我不让他玩 他不要玩我就打了他 然后他放下跑 我没抓住他 安全地抓他 对不起 我们已经禁令了 孩子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救了 进去看最后一个人吧 什么叫送来的时候就没救了 什么叫你们就已经禁令了 你怎么就走了 您进去再救我儿子一下 我求求您了 您这样走了到我儿子怎么办 你们是医生 你们救死不上啊 别跑 我 我滥场上不滚活着 我滥场上不滚活着 冯远 嫂子 不能管明哥了 不管他管谁 不管你管谁 吴思敏 我嫁到你们家里过一天好日子 你爹爹跟我一神一魂 爹爹跟我吵架 我好不容易还上了喜欢牛 说那不是你的儿子 说那不是你的酒 你娘子里 你爹爹都在想什么啊 吴思敏 我好不容易把他生下来了 爹爹跟我吵 爹爹跟我吵 你要干什么 那孩子过过一天好日子吗 爹爹提心掉了 咱就把我们吵架 你跟过过楼啊 让孩子玩个过过楼 你得跟他过不去 干什么 你还这么认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晓忆 孩子都已经没了 你打他有什么用啊 再去追负看一遍孩子 晓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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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给爸爸读读这五个字怎么读 毛主席万岁 我答应他了 明天一定要去的 使得不能说我不算数 我肯定是不离开妈妈 肯定是不离开妈妈